大家好,大家現在收看的是六道世界AI陸帝編寫的節目 熱點深度,內容來源於全球各大媒體 六道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體 首先關注 不創新就會死,美國的短視讓中國取得突破,外交時務 作者埃里克·斯密特士谷歌前首席執行官 文章開篇就提到俄烏戰爭,認為 2022年2月,烏克蘭被俄羅斯軍隊打得落花流水,但卻能夠利用技術優勢 他們將關鍵數據上傳到雲端,重新利用他們的電子政務移動應用程序進行開源情報收集 並使用斯多利克衛星和地面站來保持聯繫 他們還獲得了自己的無人機來攔截俄羅斯的攻擊和西方盟友提供的陌生武器 烏克蘭的成功是由於他們人民的決心,俄羅斯薄弱的軍事力量和西方的支持,但也是由於他們的創新能力 創新歷史發明,採用和適應新技術的能力,它有助於硬實力和軟實力 人工智能加快了科學進程,還掃了世界 美國和中國在創新力方面存在競爭,而美國目前處於領先地位 美國需要克服官僚主義的衝動,為創新創造有利條件,並投資於啟動技術進步的良性循環所需的工具和人才 這對於確保自由社會、開放市場、民主政府和更廣泛的世界秩序的未來是必要的 人工智能系統已經在軍事領域提供了關鍵優勢,例如烏克蘭軍隊使用人工智能掃描數據 人工智能系統最終將不僅僅是協助人類,而是開始自己做決定,更快地執行OD循環 人工智能在本質上是生成性的,導致不斷創新,更快的量子計算將允許更大的數據處理 人工通用智能,AGI,是一種假想的技術,可以執行人類可以執行的任何精神任務,甚至更多 誰先開發出AGI,誰就將擁有巨大的優勢,能夠用它來創造更先進的版本,並在所有其他科學和技術領域獲得優勢 在這一領域的突破可能會迎來一個與核時代不一樣的主導地位的時代 人工智能是一項基礎技術,將在創新力量的競爭中至關重要,是藥物發現,基因治療,材料科學和清潔能源的未來發展的背後 人工智能還將改變科學研究的本質,使科學家能夠分析大量的數據集,並騰出時間來開發新的想法 AGI還需要幾年時間,但誰先開發出AGI,誰就將擁有重大優勢 與傳統武器相比,無人機具有明顯的優勢,它們更少,更便宜,並提供無可比以的監視能力 在城市戰爭中,海軍陸戰隊員可以由微型無人機陪伴,作為它們的眼睛和耳朵 自主的武器化無人機最終將取代士兵和有人駕駛的火炮 技術優勢增強了一個國家發動戰爭的能力,並加強了其威懾能力 它還通過賦予國家對供應鏈的影響力和為他人制定規則的能力來塑造經濟實力 中國可以對其提供通訊硬件的國家行使權力 台灣在半導體製造方面的首要地位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威懾力,以防止入侵 美國因其在創建互聯網方面的作用而受益,使科技公司能夠拒絕審查要求 技術創新也促進了一個國家的軟實力 好萊塢和科技公司向全球消費者傳播美國的價值觀 與美國大學相關的聲望和創造財富的機會吸引了全球各地的人們 一個國家投射力量的能力取決於它比競爭對手更快,更好地創新的能力 現在的創新帶來了巨大的優勢,因為它創造了一種路徑依賴,導致了更多的創新 創新依靠的事發明,採用和適應的循環 美國引領世界進入4G時代,使Uber等移動應用得以發展 由於更容易獲得學術研究和開源軟件 在技術方面具有結構優勢的國家的護城河正在縮小 中國已經利用了外國的技術突破,並投入了數十億美元來確保技術優勢 紀錄是好壞參半的,中國在一些技術上領先,在另一些技術上落後 北京已宣布計劃在2030年前成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者,甚至可能比預期更早實現這一目標 中國已經是基於人工智能的監控技術的領導者,它用來控制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並出售給其他獨裁政府 中國在吸引人工智能領域最優秀的人才方面仍然落後,但由於其寬鬆的人司法,強制性的數據收集和有針對性的政府之助,因此具有優勢 中國正在大力投資於量子技術,希望建立強大的量子計算機,足以解密今天的加密技術 中國可能還在存儲通訊,以其在未來解密,這種策略被稱為現在存儲,以後解密 美國目前在量子計算方面處於領先地位,但比賽正在進行 中國在合成生物學方面正在迅速追趕美國,自2019年以來,私人投資超過了美國的投資 這一領域的科學家們正在研究許多有助於應對氣候變化的發展 中國也有紅心勃勃的計劃,到2030年成為半導體製造業的領導者 與美國結盟的國家在芯片設計方面超過了中國,但中國公司控制著這些芯片所需的85%的稀土礦物質的加工 拜登政府最近阻止了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售人工智能計算機芯片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是系統之間的競爭,也是國家之間的競爭 中國的模式依賴於政府對國家冠軍的資助,而美國的模式則依賴於一系列更加分散的私人行為者 美國政府已經變得不喜歡資助應用研究,基礎研究的資金已經下降到50%以下 美國的成功故事有賴於紅心壯志,有利於創業的法律和稅收制度以及開放的文化 然而,這可能不足以與中國競爭,美國政府需要為政府,私營部門和學術界之間的相互作用重新注入活力 國會已經通過了《CHIPS和科學法案》在未來十年指導2000億美元的研發至今 一個新的技術競爭力委員會可以幫助協調私人行為者之間的行動,並制定一個國家計劃來推進關鍵的新興技術 美國應該在技術競爭的關鍵領域投資數10億美元,如半導體和可再生能源 美國政府應該在岸上和朋友岸上的供應鏈 資助微電子學的研發,儲存稀土礦 維5G的推廣向私營機構開放更多的頻譜 投資於創新周期的所有部分,資助基礎研究和商業化 電動汽車試研究導致商業化的例子 追求新技術,如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合成生物學,以實現商業化的目標 投資於人才,吸引世界各地最好和最聰明的人 對人工智能人才的需求遠遠超過了供應 美國擁有僱用高技能移民的優勢,如果對人才關上大門,就有可能失去創新優勢 美國的下一個技術突破將可能依賴於移民 美國必須重新思考其國防政策,制定一個抵銷戰略,以保持技術和軍事優勢 網絡防禦需要被人類的反應時間更快,並具有用餘性 投資於防禦性火炮和導彈系統,使用由人工智能驅動的廉價傳感器網絡來提高戰場意識 軍事單位應該網絡化和分散化,以更好地戰星對手 將新技術融入採購流程,戰鬥計劃和作戰中 在產品設計方面向科技行業尋求靈感,更快,更有成本效益地製造導彈 價格是判斷創新能力的一個糟糕的指標 投資於許多低成本的項目而不是少數高價位的聲望項目往往更有意義 烏克蘭軍隊用兩枚50萬美元的海王星導彈擊沉了一艘價值7.5億美元的俄羅斯軍艦 美國和中國正在進行技術競爭,其結果將由未來5至10年的進步決定 美國政府被激勵著關注短期,導致對未來技術的投資不足 二戰導致了重大的技術進步,而美國現在必須在和平時期進行創新 如果不這樣做,可能會導致毀滅性的後果,如高超音速導彈使美國毫無防備 對電網的網絡攻擊,以及量身定制的虛假信息活動 美國需要領先於其競爭對手,以防止這些可怕的事情發生 自由、資本主義和個人努力的原則促成了改變日常生活的突破 必須繼續作為創新生態系統的基礎 美國在創新競賽中是以干位開始的,但不能保證它將保持在哪裏 直谷不創新就會死的口號不僅在工業上,而且在地緣政治上也是如此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六道世界的,熱點深度,節目,陸帝繼續為你播報 中國的城市正處於債務危機的邊緣,經濟學人 中國117大廈是位於天津的世界第六高的摩天大樓,但它仍未完工 其他廢棄的塔樓圍繞著它,形成一個中央商業區的墓地 地方官員一直在積累債務,以建設基礎設施和提高國家的GDP 這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借款往往放在地方政府的融資工具中,以規備限制其借款能力的規則 新冠動態清零政策和房地產危機損害了消費、削減了工廠的產出,並迫使各省市在檢測和檢疫設施上花費至今 地方政府已經進入成本更高和更陰暗的市場角落來支付債務,現在正在尋求非正式的借款渠道和發行美元債券 許多地方政府不能再在中國國內市場發行債券或為到期的債券再融資 在2022年的最後三個月,債券的支付額超過了重新發行的資金 這些債務的利息比債券市場上的利息高得多,上還期限也短得多 報告估計,在接受調查的319個地方政府中,有109個正在努力支付債務利息,利息佔到支出的10%或以上 天津市成為啟動市場恐慌的違約的主要候選人,自2019年以來,已有170萬人離開該市 慘淡的土地銷售收入只能覆蓋該市約20%的短期借貸負債 在整個中國,地方預算的壓力正在顯然 由於缺乏政府財政支持,私營巴士公司暫停服務,削減醫療福利導致大連和武漢等城市發生抗議 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向私營企業支付與毒品有關的帳單,並且沒有向農民工支付工資 較高的債務率有了危機的初刑 地方預算的壓力正在導致抗議和暫停服務 地方政府正在努力支付與COVID有關的帳單和移民工人的費用 地方政府已開始出售資產以避免違約 證券交易所的規則正在放寬,允許地方政府通過上市籌集資金 私人交易也被用來交換資產 目前還不清楚官員們願意走多遠,或者誰會購買這些資產 中央政府已向地方大規模地轉移資金 地方銀行同意降低利率,推遲支付本金,並延長債務期限 這表明了償還債務的意願,並承認這比預期的時間要長 越來越多的債務表明許多項目將永遠不會贏利 自2016年以來,遵二市陷入困境的LGF的現金流為負數 未來十年百分之三的增長可能會使資負進一步複雜化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陸道世界的,熱點深度,節目,陸帝繼續為你播報 誰還記得中國疫情? 北京清零,動態清零,記憶已阻止異議,紐約時報 中國共產黨正在發動一場紅心勃勃的宣傳運動 以改寫公眾對動態清零的記憶,這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一項政策 他有助於壓制病毒,但也窒息了經濟 該信息旨在增強習近平先生的權威,阻止異議,並在國內捍衛中國的政策 這場運動的罪述忽略了,動態清零的極端做法 如有打離家出走的居民或將他們的孩子與他們分開 他也忽略了政策突然取消後出現的混亂,這使得醫院和火葬場 對新的感染和死亡的爆炸毫無準備 這一運動是在於美國就中國對這一流行病的處理日益緊張的情況下進行的 包括中國對病毒來源調查的保密性 美國能源部最近得出結論,信心不足 新冠病毒可能來自中國的一個意外實驗失洩漏 中國政府對此予以否認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使用審查和宣傳來控制公眾輿論 往往是為了挑戰共產黨的合法性 最近,參加全國範圍內反對、動態清零、抗議活動的幾個人被逮捕和拘留 這是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以來對該國威權領導的最大挑戰 由於政府對這一流行病的處理 許多中國公民感到邊長莫及悲痛和沮喪 看到政府對大流行病的宣傳 使許多公民進一步感到痛苦,他們選擇避免閱讀 共產黨打倒,隨著時間的推移 人們會忘記抗議和引發抗議的問題 但公眾對大流行病的反應可能太大,不能被忽視 儘管有審查和宣傳 公民仍然能夠表達他們的不滿 使黨更難控制罪述 中國政府試圖通過淡化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數 將其一黨政治控制的模式描拒成優於民主 官方公布的8.3萬死亡人數被研究人員和中國社交媒體 評論員認為是嚴重不足的數字 政府利用迫在微節的病毒威脅來激勵國家和動員公民 宣布對病毒進行人民戰爭 並警告說隱瞞感染情況的地方官員將受到懲罰 中國共產黨已經宣布他們的大流行病症測試 完全正確的,並發起了一場適當的運動 來強調這一訊息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 Clairemont McKenna College 的教授明勝批說 這是他們聚述中的一個,戲劇性變化 國家電視網絡的社交媒體貼紙已經審查了數千條評論 只顯示那些讚揚政府的評論 試圖重現,動態清零時代的記憶在網上被審查 我們要的是食物,不是新冠測試 這樣的口號被從中國互聯網上抹去 國家媒體對長期進行新冠檢測發出警告 但是有些媒體的語氣更加輕鬆 他們借用了社交媒體上流行的一句話 將任何尚未檢測出陽性的人稱為決賽選手 基本上是將逃離病毒比作一場電子遊戲 這顯示了中國政府如何試圖控制討論 並以積極的方式進行敘述 2023年1月,中國的一個電視農曆新年中藝節目 幾乎沒有提到這種大流行病 只有一曲《馬上就會好的》的表演 其中有一句歌詞是不再使用口罩 政府正試圖恢復公眾對黨的領導的信心 並通過鼓勵中國消費者重新開始花錢來振興經濟 許多中國人正在展望未來 渴望將大流行病拋在腦後 重新與世界聯繫 然而,政府試圖壓制那些挑戰官方說法的人 包括懲罰警告病毒的醫生李文亮和第部公民記者張展 儘管人們希望從大流行病中走出來 但許多人仍然意識到過去三年的痛苦和荒謬 並決心記住它,反對社會遺忘 以上是今天六道世界,熱點深度,節目 六道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體 倡導自由、責任、價值、CAI應用的全球媒體先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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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